欢迎大家来到牛客网程序员比试面试专题讲座 本期讲座的内容是与链表有关的知识以及相关的高频面试题 一个链表结构中每个节点不仅含有一条指向下一个节点的next指针 同时还含有一条random指针 random指针可能指向链表中任意一个节点 请复制这种含有random指针节点的链表 下面我们就介绍一种不使用任何额外数据结构就能够实现的方法 首先如果链表的长度为0或者为空我们就直接返回空 那么假设链表为1 2 3 1节点的random指针指向3 2节点的random指针指向1 3的random指向2 首先我们从链表的头节点开始根据next指针往下变立 在变立的过程中我们拷贝当前的节点 并且把新拷贝的节点放在当前节点和下一个节点之间 比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样子 拷贝出的1品放在了1的后面 2品跟3品分别放在了2和3的后面 然后在这个链表中再便利一次所有节点 但此时我们便利的过程中同时拿到两个节点 比如先拿到1和1品 然后可以通过1的random指针找到3 而3的下一个节点就是它的拷贝节点3品 所以可以成功的把1品的random指针指向3品 然后再拿到2和2品 可以通过2的random指针找到1 1的下一个节点就是1品 所以可以成功的把2品的random指针指向1品 继续便利同理 可以成功的把3品的random指针指向2品 这种方法正是利用了每一个节点的拷贝节点 其实就是在这个节点的后面 这样一个结构上的特殊性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拷贝节点的random指针 设置成正确的指针 然后只要把这个大的链表分流成123的链表 和1品2品3品的链表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要返回1品2品3品 而且链表123的结构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如何判断一个单链表是否有环 有环的话返回第一个入环的节点 无环的话返回空 如果链表长度为N 请做到时间复杂度为B勾N 额外空间复杂度为B勾1 如果本题没有额外空间复杂度的限制 其实我们可以用哈锡表来做 也就是从链表的头节点开始变利 每变利一个节点 就在哈锡表中记录下这个变利的节点 那么如果一个链表无环 可以知道走到结尾处 也不会出现重复的节点 此时直接返回空 如果一个链表有环 根据哈锡表则肯定能够发现 变利到同一个节点的情况 第一个重复出现的节点 肯定就是第一个进入环的节点 直接返回即可 在额外空间复杂度为B勾1的限制下 我们就不能够用哈锡表来做了 具体的做法为 从头节点开始 用快慢两个指针进行变利 快指针一次走两步 慢指针一次走一步 如果一个链表无环 那么快指针将迅速的发现末尾为空的位置 返回空即可 如果一个链表有环 那么快指针和慢指针将在环中的某个位置相遇 在他们相遇的时刻 让快指针从链表的头节点开始 重新变利 此时快指针一次走一步 同时慢指针也从相遇的位置开始继续往下走 一次也走一步 当快指针跟慢指针再次相遇时 相遇到的那个节点 就是进入环的第一个节点 对于这种方法的正确性 可以用数学方法证明 这里就不再详述了 如何判断两个无环单链表是否相交 相交的话返回第一个相交的节点 不相交的话返回空 如果两个链表的长度分别为N和M 请做到时间复杂度为B勾N加M 额外空间复杂度为B勾E 如果本题没有额外空间复杂度的限制 我们可以用哈希表来做 做法是先便利第一个链表 把第一个链表的所有节点都加入到哈希表中 然后开始便利第二个链表 在便利的过程中 一旦遇到某一个节点 在哈希表中有记录 则说明这个节点 其实在第一个链表中也存在 并且是他们第一个相交的节点 如果第二个链表便利完了 也没有发现刚才说的情况 那么可以说明两个链表不相交 在额外空间复杂度为B勾E的限制下 我们就不能用哈希表来做了 具体的做法为便利两个链表 统计两个链表各自的长度 比如一个链表长度为100 另外一个长度为50 然后让长度100的链表先走50步 接下来两个链表在一起往下走 如果两个链表相交的话 那么他们在同步走的过程中 一定会共同到达第一个相交的节点 如果一直走到最后都没有相交 说明两个链表就不相交 直接返回空即可 如何判断两个有环单链表是否相交 相交的话 反回第一个相交的节点 不相交的话反回空 如果两个链表长度为M和N 请做到时间复杂度为B勾M加N 额外空间复杂度为B勾E 对于两个有环的单链表 先根据我们之前介绍的 找到环形单链表第一个入环节点的题目 找到两个节点各自的入环节点 如果两个入环节点是同一个节点 可以肯定两个链表是相交的 我们先来介绍这种情况 如果两个有环单链表 在刚入环的时候就已经相交 那么其实就是要找更早的相交节点 做法其实和找到两个无环单链表 第一个相交节点是类似的 唯一的区别是 找到两个无环单链表 第一个相交节点是以中止位置 最后为空的位置作为便利结束的终点 而找到两个有环单链表 刚入环时候 就已经相交的更早的相交节点 则是以刚入环节点作为便利结束的终点的 接下来我们介绍两个链表的入环节点 不是同一个节点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 只能是大家看到的这两种拓普结构 那么到底如何分辨是哪种拓普结构呢 可以从第一个链表的入环节点开始往下走 如果它能够回到原来的出发位置 说明是结构一 如果在回到原来的位置之前 遇到了第二个链表的入环节点 说明是结构二 对于结构一 当然我们可以直接返回空即可 因为两个链表不相交 对于结构二 我们返回链表一的入环节点 或是链表二的入环节点 其实都可以 它们都是两个链表第一次相交的节点 只不过前一个离链表一更近一些 后一个离链表二更近一些而已 给定两个单链表 如何判断两个单链表是否相交 相交的话返回第一个相交的节点 不相交的话返回空 根据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解答 这道题可以按照下面的方法进行处理 首先根据如何判断一个单链表是否有环 有环的话返回第一个入环的节点 无环的话返回空 这样一个问题的解答 来得到两个链表第一个入环的节点 如果第一个链表入环节点为空 另外一个不为空 说明一个链表有环 另外一个链表无环 这种情况下两个链表是不可能相交的 如果两个链表第一个入环的节点都为空 我们可以用之前提到的如何判断两个无环链表是否相交 相交的话返回第一个相交的节点 不相交的话返回空这个问题的解答 来进行下面的处理过程 如果两个链表第一个入环节点都不为空 我们可以利用如何判断两个有环链表是否相交 相交的话返回第一个相交的节点 不相交的话返回空这个问题的解答 来进行后续的处理 咗 poem 咗 咔 咔 咔